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以年继前的时间 日本曾经超过一次 派遣他们的 太空船 去探访一个很接近地球轨道的 一个小行星 名叫龙公Rugu 在第一次采样的时候 还失败了 所以后来到第二次采样 成功拿了5g 由龙公小行星上的样本 射回地球分析 就是当时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 而出来的发现成果 还发表到自然的期刊 这件事其实一直由年多前持续到最近 就是刚刚几个月前 都不停地有新消息 而很记得在较早前的科学新知 我们也提过 其实不止日本的 就算美国NASA 也有它的太空船 去发射另一个近地球的小行星 名叫Banlu 在上星期我们提到 Banlu 其实美国都已经把那些样本拿到了 而刚刚在这个星期 我们终于收到消息 就是Banlu的样本 已经由太空降到地球 在犹他州的抗野被打骂 所以大家也预认了 就是说很快 在大约10月11日 就会有第一批分析数据给大家看 现在的样本很有趣 它就有250g 所以你想象到它就比起日本 就得到更多的样本 两个小行星的性质都很相似 原因就是因为它们的轨道 都非常接近地球 它们的轨道是轻微程椭圆形 它们有时就会离太阳远一点 有时就离太阳近一点 近一点的时候 就大约和地球与太阳之间的距离差不多 都是一个天文单位左右 远起上来的时候 可以去到1.2、1.4个天文单位 所以它总体上来说 它是一个轨道 比地球环绕太阳轨道稍微大一点的小行星 无论Benlu和Rugu都有这样的特性 你说如果真的要比较一下 美国的Benlu登陆任务 和日本的Rugu登陆任务 它们面对挑战其实都差不多 因为小行星本身不是很大的 例如日本去派那个飞鸟太空船登陆的 那个叫做Rugu的小行星 它的直径只有900米大 你想想一颗900米那么小的东西 你要登陆上去 上面的地心吸力其实就很弱 所以当时日本发布的这样的短片 你会看到一些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它稍微是尝试在那个龙弓小行星上面 跳起一弹起,轻轻力就已经弹到很远 不注意就会弹到很高 同样,今次美国去NASA派这个太空船 去登陆Benlu这个小行星 去面对的问题都是一样 而且Benlu的大小更加小 只有大约500米左右 所以你预期它的直径是小 差不多小了一倍 整个质量就再小了好几倍 这样的意思 所以它面对起登陆的困难更加敏感 于是乎我也可以说 上次日本去登陆龙弓的任务非常困难 试了两次才成功 今次美国这个任务也是非常困难 甚至乎更加困难 但是它们能够得到的样本 稍微就多了很多 原本由龙弓的5g 到现在就有250g 就是Benlu的样本 这又要比较一下 虽然现在我们Benlu的样本的结果 我们还未知有什么新发现 但是由上次去拿龙弓的5g的样本 其实已经有一些非常令人惊喜的资讯在背后 首先我们找到一些成分 就是地球上很难去天然形成的 譬如有些叫做直化碳 Silicon Carbide 这些这样的混合物 还有很多整个物质 我们都会分析之下 我们认为 基本上是在我们整个太阳 未点着 整个太阳未完全形成的时候 它已经流传了 即是它甚至是一些 形成我们太阳 是更早的原材料 就凝结在我们这些龙弓的小行星 我们预期这次 无论Benlu这个小行星 照计都会有类似的结果 这个可以预期 但是在龙弓的小行星 另一个很惊人的发现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竟然找到一些 可以准备好形成RNA的一些 基本的发合物 大家知道如果你说 遗传基因DNA DNA就由它四个最基本的单元 A,T,C,G 那几个基本单元 去继续整个基因的资讯 但是在龙弓那里 它找到的就是 可以组成RNA的基本资讯的其中之一 组成RNA的就不是A,T,C,G 这几个基本的单元 而是A,U,C,G 而在龙弓上面 找到U,Eurasio 这一种基本的发合物 即是说有了这个基本的发合物 你就可以配合其他三种 再组成RNA的资讯出来 所以你想像到一些已经是比较复合 是准备形成 生命也都会需要的 这种有机发合物 原来就可以在这些 近地球轨道的小行星上 随手可得 我们就很预期 上次在5g的龙弓样本 都得到这么多新的资讯 那会不会今次在BENLU 250g的样本里面 会给我们更加惊喜的资讯呢? 所以在美国那边 NASA的报道都非常强调 就是说我们应该可以透过研究BENLU 这个样本获得更多生命起源的资讯 整个过程其实都不简单 这里又要回顾一下 我们尝试派太空船上火星去探测它的样本 但这些样本都是拿不回来的 因为太远 亦都是我们需要拿回来的时候 我们需要另外一个装置仪器 是逃离了火星的万有引力 再进入地球轨道 而这件事本身也很好费能源 月亮的时候我们就试过拿样本 很简单 因为月亮那里我们可以派机器好 派人都试过 直接降到月亮里 直接利用我们本身携带的能源 令我们离开月亮的万有引力 整个样本带回来地球 最早的一代的月亮样本 就是靠美国的阿波罗计划 人手搬回来 这次有趣的地方 无论是龙宫也好 还是Bernu这个小行星也好 它全程都不需要用到人 因为你放人上去 其实也有额外的难度 因为它的万有引力非常微弱 但是我们完全可以依赖机器来帮我们登陆 甚至乎机器本身 不需要给很多额外的能量 就能够逃离到 Bernu或者龙宫本身很微弱的万有引力 那我们就透过一个全程的机械操纵 就去了Bernu和龙宫拿了这个样本 我觉得无论是日本的发言 因为这次美国这个发言 其实是正式开启了我们人类 去摇拥它们去採集小行星样本的一个里程碑 我也希望在10月11日或者之后的时间 甚至在之后更多的时间 这次关于Bernu这个样本的讯息 就能够一直公布出来 到时我再跟大家去追踪报道一下 这里还有天文的新闻消息和大家分享 就是现在画面上看到的另外一单 大家看到这一个 其实是关于土星上其中一个月亮的快的月亮 土星上面那几个主要的月亮 就是由加利略望远镜看到最近这个 我说错了,是穆星,Jupiter 在穆星,即是由加利略望远镜看到 最近穆星那几个卫星 它上面的形态是怎样呢? 其实我们一直有天文计划去尝试去探讨 最早在90年代我们有个叫Galileo Mission 飞过去拍了很多照片 接下来也有个叫Juice 另外一个望远镜计划 再去用最精密的仪器看得近些 其实在两者之间 刚刚这个星期公布了资料 我们不是透过我们的人造卫星飞过去看 我们是拿回JWST 这个James Webb的天文望远镜 我们不是再看宇宙深处那么远 也不是去看银河以外的星体 而是我们将它 zoom回到我们自己太阳系里面 已经是很近的 就是木星上面的其中一个卫星 就叫Europa 拍近的时候有什么价值呢? 就是你可以将很近的东西看得非常清楚透切 我们很久以前提到天文题目也提过 就是我们很希望能够将越远的看得越清楚越好 我们以往有能力去看到外面的星 很暗的星 现在可以看清楚 而且在一些近一点的范围 比如我们银河系的星 周围的那些行星 不发光的东西 随着我们有JWST 我们又可以去找到更多 即是说一些原本发光的东西 外面围有些不发光的东西 难找很多的,但我们都能够找得到 但如果我们能够再提升我们的精细度 或者我们再愿意看近一点的时候 我们预期会怎样呢? 就像今次这样 一个本身自己不发光的木星 或者是木星周围的那些卫星 它本身不发光 但它会间接地反射太阳光的那些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大气的成份有多少 我们其实一直都看到 即是我们又派人造卫星去看 但今次这宗新闻 为何又值得拿出来说呢? 就是因为我们利用最强的JWST 这个天文望远镜 是直接不是看了这个 木星上面的大气的成份 而是看到它的大气成份的分布 现在我们看到一样最惊喜的资讯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卫星上面有二氧化碳 这个预期之内 会有 但是我们还看到它 二氧化碳的分布的变化 随着时间的变化 就是说它好像上面 你可以想象一下 就好像我们地球一样 有哪些地方它的二氧化碳分布 会随时间的变化 随着我们人类文明工业的活动 如果那里不停地开着工厂 噴很多污烟涨气出来 然后烧很多的发射原料 然后看到那里的二氧化碳排放高了 我们甚至乎地球发射的卫星 就用来准备全天候围绕着地球监测 哪个国家排了多了二氧化碳 哪个国家排了少了 就有得可以这样去追踪 这个很有賴 你需要把仪器放得很近 你的观察的目标物附近 你才能够将它的大气中 某一种气体的浓度能够分析清楚 这次JWST为什么能够连二氧化碳的信号都看到 就是本身它是一个对于软红外线的信号 是挺有灵敏度的一个探测器 它不只是看可见光的信号 但是譬如像二氧化碳这些气体 它是能够对于红外线很有反应的 那于是乎凭着James Webb望远镜 对于软红外线的灵敏度 它就可以反过来帮我们追踪二氧化碳的活动 而且也看到它灵敏度的一个地步 在一个那么近的目标物 它就看到哪里二氧化碳浓了弱了都可以 所以为什么会说它可以将Europa上面 连二氧化碳的分布都可以解清楚 而且随着时间一路推延去追踪的时候 直接看到它整个二氧化碳分布的变化 这个信息令人很兴奋 就是究竟下面有什么活动呢 如果天真地想它下面是否又好像有些智慧生命文明的活动 这个想法太快了 但你不要去到这里想想 下面会不会有一些比较不稳定的地质上的活动 这个Europa的卫星我们就知道它应该是比较铺得多的冰层 现在看到它不停地似乎在这个冰层上面 是会有一些二氧化碳浸出 而且在每一个位置是不均匀的 我们就很容易连结到似乎它有一个比较活跃的地质运动 甚至乎这个地质运动也都吻含在下面 就是会排到二氧化碳出来的 那你可以想想 如果地球在未有人类文明 未有生命 地殻刚刚形成的时候 有比较活跃的地殻运动 那一样是有很多这些甲软气和二氧化碳的气体 排到地球的大气层那里 那然后的故事是什么呢 就是对于地球来说 它最后能够成功孕育到生命 那我们现在似乎看到在这个木星周围的卫星 它有一些的条件和开头地球就有似多些了 我们又找到一样东西了 那甚至乎我们都会觉得就是说 就是对于研究人员来说 他们会不会联想到就是说 我们都会有另外一个的资讯 是让我们知道原来是 只是在我们的太阳系的另外一处的地方 原来都有一些更加像我们的条件 甚至乎会不会吻含到就是说 都可能会有机会去孕育到生命呢 现在我们似乎在这一节的两个发现 我们似乎在用两个不同的角度 去了解我们整个太阳系里面 什么是有利于生命的条件 而这些有利于生命的条件 它究竟可以分布到多远 以及究竟需要多少这些孕育到生命的条件 才足以孕育到我们 就是最后我们地球那种这样的生命呢 那整个问题 已经不只是为了天文服务了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下面其实有一行的 它是由太空总署 当然也是各项目本身 应该是和加州理工有关 他们有人去写 proposal 去拿这个天文望远镜的时间 去用这个James Webb望远镜 来拍摄这么近的目标物 其实这里也先预告好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香港曾经有研究人员 来参与过一些影刻动的研究活动 而这位朋友我最近也知道他 也有写 proposal 去拿这个时间去用这个James Webb望远镜 而且也相信在我们节目出现 不久之后他就会开始去用这个James Webb望远镜 这个似乎都可能是我们知道第一批 我们很近的认识来自香港的人 去用到这个James Webb望远镜 究竟最后他们看到的成果是什么呢 这个又要向他们学习了 慢慢要等这个消息 说漏了一件事就是 这个加州理工 他还有后面附属一个叫SETI Institute 他不一定是附属加州理工的 总之是这个叫SETI Institute 这个团体的研究人员 和加州理工的研究人员 和NASA的研究人员 合作一起去发掘这个新的知识 SETI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 真的是去找外星智慧的一个团体 所以找这个生命起源之迷 甚至乎找到外星生命 是完全进入了这个正式的 严谨的学术范畴里面 那我们很希望 无论未来在这个木星的探索 它的卫星的探索 以及在我们近地球小行星的探索 就更加给予更多的资讯 我们去了解这个 我们地球生命起源之迷 会不会有一些其实就是 其他形式生命存在的可能性 只不过我们未发现得到呢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 那第二节来到这里 那我们第三节继续 有点了 有点了 欧阳 有点了 还可以 小武人 来 出现了